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朋友鐵哥 今天我和狗蛋也是鐵柱 約好了到街上來遊玩 狗蛋 鐵柱 你們兩個怎麼坐在這邊呀 還不是因為在等你嘛 你不是說三點嗎 你看看現在都幾點了 唉 不好意思嘛 剛剛有點事情耽誤了一下 那你也不輸一聲 害我們在這裡啥等 唉呀呀 不要生氣了嘛 來走 我請你們吃東西 吃啥呀 你跟我來就知道啦 太好了 有東西吃了 哇 你這個狗蛋果然貪吃得很 鐵柱 來吧 走 咱們一起去 鐵哥 我覺得前面這家店還不錯 那行吧 走吧 繼續吧 我請你們 太好了鐵哥 謝謝你啦 嗯 要吃什麼隨便點 那我們可就不客氣了 老闆 來吃個漢堡 20個雞翅 我贏可樂 哇 狗蛋 你是豬呀 你一個人能吃這麼多嗎 我們不是說要去鐵柱的別墅玩嗎 我點這麼多讓它送到那裡去呀 喔 原來是這樣子呀 好吧 那我們走吧 聽說鐵柱叫愛的別墅可好玩了 我不知道耶 我還沒去過 也沒有什麼好玩啦 就是那個樣子 你們去了就知道了 好吧 那我們去車庫開車吧 現在就出發 狗蛋 鐵柱 你們看這輛跑車也太漂亮了吧 是啊 鐵哥 我什麼時候才能買得起這樣的車呀 只要你好好工作 就可以賺到很多錢啊 以後就能買這輛車了 唉 那也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 好啦好啦 不要這邊感慨了 趕緊上車去鐵柱家吧 唉 看看那輛漂亮的車 再看看鐵柱這輛 實在是沒辦法比呀 好啦 別囉嗦啦 趕緊上車 走 出發 鐵哥 鐵柱不是在前面呢 我們到了 哇 鐵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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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這房子也太偏僻了吧 這樣才清靜嘛 你這屋子荒山野嶺的 住在這邊也太不方便了吧 唉 習慣就好了 其實住這裡挺好的 走吧 我們進去吧 鐵柱 你這房子這麼偏僻 該不會有怪物吧 好啦 狗蛋 你就不要烏鴉嘴了 唉 這燈怎麼不會亮呀 我看看 怎麼回事 我早上出去的時候還好好的呀 我去查看一下 你們隨便逛 唉 這按摸摸的 看看鐵柱家裡有沒有什麼寶貝 好了 鐵哥你開燈試試 欸 有電了 我去看看你其他房間的有沒有問題 欸 可以 都亮了 鐵哥 鐵哥 你有聽見什麼聲音嗎 好像是這個房間傳來的 怎麼回事 窗戶玻璃怎麼壞了 鐵哥 該不會有什麼怪物吧 應該不會吧 但是這玻璃怎麼回事 是不是有人闖進來了 不會吧 會不會是小偷 這什麼聲音 哇 你 你是誰 哇 抱 快跑 哇 鐵哥 這車子怎麼找我啦 怎麼發言真的太可怕了 走走走 走走 我們趕緊跑 快點跑 鐵哥 那是個什麼怪物 也太可怕了 我們怎麼辦呀 怎麼辦 這裡面是什麼地方呀 這裡面是這裡的秋水房 快點快點 那我們趕緊躲進去 鐵哥 躲這裡我們安全嗎 我把燈關掉 那隻怪物可能就不知道我們在這裡面了 噓 不要發出聲音 鐵哥 我們接下來要怎麼辦呀 躲這裡也不是辦法呀 鐵柱 這個屋子還有別的路出去嗎 有的 右左邊還有一條路 那我們就從那裡出去吧 噓 跑 是那個蒙面了 不要發出聲音 緊緊的 我們緊緊的走過去 你們跟著我 走 跑 快點跑 鐵哥 太可怕了 我們總算是跑出來了 好了 觀眾朋友們 本期的視頻到這裡就結束了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視頻 那就請點讚加關注我吧 我是你們的朋友鐵哥 再見